一花一世纪,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么一句话 想要拥有快乐舒适的生活 一定要让自己有个圈子,找点乐子,做个傻子 周年以后想要的东西自己把握 想过的生活自己成全 有三两知己,存一点天真 糊涂看世界,方能清醒过人生 一,有个圈子 和同频的人在一起是最好的养生 作家简真在儿历之年时曾说 三十岁以后还没有认识的人 也就不想再认识了 人生走过半程 我们也越发不许追逐表面的热闹 而是学会筛选自己的圈子 与何得来的人相处 莫言几乎很少接受采访 也不喜欢参加行业聚会 却乐于和自己的朋友们待在一起 早些年间 他和余华在北师大作家研究班的宿舍里 各写各的故事 两人都写不下去了 干脆停了笔 靠在一起漫无目的地聊天 后来两人在意大利进行演讲 于华调侃自己写作是为了小睡懒觉 莫言也笑说自己写文章是为了买皮鞋 说完两人忍俊不禁 下台后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 两人与石铁生去沈阳与学生们踢球 他们起线输得惨不忍睹 后来干脆让石铁生去守门 学生们碍于礼数 瞬间就不敢踢了 剩下余华莫言几人 往学生们的球房里猛进球 活动结束后 几个人在勾肩搭背地 再找个地方去喝酒 这些可爱而有趣的朋友 给莫言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周国平曾说 这世界有些这样的人 见了面就能感觉到一种默契 在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 他们便是我心目中的朋友了 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子 与磁场相同的人在一起 才是最好的养生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在北京东城的一间胡同里 有一座太太的客厅 诗人徐志摩 哲学家金月林 美术家朱光潜 作家沈从文等 都是这里的常客 虽然他们身处不同的行业 却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追求 每到周六下午 他们便三三两两聚到一起 谈论时局 交流学术 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做 闭目休息 每个人来时或带着疑问 或带着疲惫 在一番高谈阔论之后 都是心满意足地离去 对他们来说 这一语空间是灵魂的栖息地 也是精神上的安慰剂 有句话说 生活想要过得舒心 就要活在懂你的人群里 半生已过 知交凌落 但那些与你频率相同的朋友 懂你的难过 也懂你的追求 他们如天边一轮 皎洁的明月 淡淡清晖 也足以浮去世俗迷尘 点亮你心中的微光 二 找点乐子 一点志趣足以未封尘 陈淡清说 人生真的很苦短 天天饿肚子的日子过得来 没有乐子的日子 让人却过不来 这就是乐子的好处 我们生活中随处有乐子可找 找乐子也不是非得要花钱 比如说谈恋爱 不如说跟朋友一起钓鱼 比如画画 比如听音乐 比如钓鱼 比如喝茶 比如弹钢琴 比如下棋 比如爬山旅游 这些都可以成为生活中的乐子 但是很多人却发现 自己没时间去找这些乐子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年代 深有感触 早出晚归的工作 忙忙碌碌 真的是饿都不知道 吃饭都感觉是浪费时间 哪里知道找乐子 人到了中年 被柴米油盐耗尽了心里 头脑已被琐事占据 负重之余 总归要寻到一些志趣 才有赋予空间来安放自己的灵魂 作为一名作家 莫言对读书当然是痴迷的 他十二岁时辍学到生产队干活 空闲之余常常躲进草垛中 打开书本阅读 沉迷到被蚊虫咬得满身是包 也不以为意 后来他在父亲的教导下迷上了书法 虽然记忆不甚纯属 泼墨挥洒的瞬间 心里的郁节随之被排除 再年长一点 他也开公众号 和年轻人讨论烫头的话题 研究各种流行语的用法 忙得不亦乐乎 周作人在北京的茶室里所写 我们与日常必须的东西以外 应该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 生活才变得有意思 前半生我们步履不停 走过了很远的路 后半程也要学会适当驻足 为精神找一个归处 若你喜欢安静 就坐下来沉寂在文字的世界 体验书中人的悲欢离合 若你喜欢花草 就躬身劳作 浇水施肥 感受植物蓬勃的生命力 若你喜欢美食 就洗手做羹汤 在四散的香气里 体味生活的曼妙 很喜欢这么一句话 生活的真谛 从来不在宏大的叙事 而在细枝末节的感受里 与其神色慌张 步履匆匆 不如偶尔停下来 找一点爱好 好好照顾自己的灵魂 闲时静观云卷云书 细听鸟转阴 不复岁月的人 才能不复此生 朱光浅在《谈休息》中写道 人需有生趣 才能有生机 生趣是在生活中 所领略的快乐 生机是生活发扬 所需要的力量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 都得找点乐子 这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对现在不满意 那就回想一下过去 那时候虽然物质条件 没现在好 却过得比现在开心多了 我们何不在条件 较好的今天 继续活得快乐呢 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爱小的人 永远比愁眉苦脸的人 来得讨喜 三 做个傻子 幸福往往藏在糊涂里 有人说人生无非两件事 忙着 清醒做事 闲着 糊涂做人 人这一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一味较真 累的是自己 该糊涂是糊涂 才是处世的最高境界 早年我在报社上班时 认识一位前辈 年纪倒是不小了 但总跟孩子一样 没心没肺的 他从不会溜须逢迎 总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被领导骂了 他黑黑一笑 回到工位上 若无其事 继续工作 被同事甩锅 挨了客户一顿痛批 他也从不往心里去 别人都在背地里笑他傻 他却一本正经地说 芝麻小事而已 根本不值得生气 曾经我也不理解他的做法 觉得他软弱 等到自己也走过社会的枪林弹雨 才发现前辈的态度 是岁月赋予的从容 生活当中 若是凡事要争个清楚 问个明白 反而容易不快乐 很多时候 糊涂比聪明更使人轻松 懂得装傻的人 其实内心深藏大智慧 莫言曾在多个公共场合说 自己是个不太聪明的人 待人处事的方式 总显得有点呆笨 坐出租车 他生怕别人觉得行程短而不高兴 一上车便给师傅地区 价值昂贵的中华音 出版社拖欠他稿费 他挥挥手说 下次一起结吧 旁人的看法 外界的流言蜚语 他一概置之不理 这份看似愚笨的憨厚礼 其实藏着高明的处事哲学 莎士比亚曾说 与其做个愚蠢的聪明人 不如做个聪明的笨人 资助必较 只是庸人自扰 好跟问底 只会反受其累 当个快乐的傻子 糊涂一点 迟钝一点 如此才能不累于心 不困于心 觅得内心真正的从容 走过半生 忽而明白 红尘俗事 最难得的是 留三番傻气 存一颗素心 余生一书一查一知己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去陪值得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